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空太 今天我们来讲地狱少女的第六集 这次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一家干半径城里的家庭 西洋西下原本温馨的母女买菜归来的景象 只因那回首的惊鸿一瞥 一切都变了 骤然拉闪的窗帘 脸色阴沉的外卖员 妈妈错开的眼神 空气为之凝固 不明所以的女儿打破了仿佛静止的时间 窗帘后盯着远去母女的妇女露出了怨恨的神情 丑见秘密的妈妈直到晚上包饺子的时候 都心生不宁 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使之前遇到那位阴沉的外卖员 端着一盘樱桃说着这是护高女士的礼物 并且直言威胁 希望不要外传 说了可没好事 樱桃就是堵住嘴的意思 妈妈将所有樱桃倒掉 瞳孔甚至还在颤抖 女儿不解这种浪费的行为却遭到了妈妈的斥责 护高太太究竟是何许人业 能让人有这种压迫感呢 此日安田太太丢垃圾时偶遇了她最不想遇到的护高太太 对方先是问起樱桃如何了 安田太太立刻警觉了起来 随后又说 樱桃作为饺子后的清口菜很适合 安田太太更加动摇 仿佛自己家里被人装了监视器 而对面还在变本家里的施压 说起了安田家的女儿似乎和自己的女儿分到了同一个班 老少的三人组的模样竟如出一辙 最后甩下阴阳乖切一句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就和我们一样 边上的小弟二人组开始给安田解释 在这一片得罪了护高太太可都混不下去 因为她的先生是那个独裁分公司的大人物 而那样的先生在家都被治得服服帖帖的 这天学校内的女儿也莫名其妙遭到了三人组的针对 虽然还达不到霸凌的程度 但是恶意可是一点都没有收敛 晚餐时向妈妈倾诉了 自己是不是得罪了护高家女儿的事 而回家的爸爸也是存了股无名火 明明今天没犯事却被经理叫过去臭骂了一顿 说着问起了该不会是得罪了他家太太吧 也不管发生了什么 只强调那位经理的太太是万万惹不得的 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天护高太太突然来电表示要介绍一位很棒的朋友 放学女儿被三人组嘲讽 为什么现在还这么悠闲 你的妈妈出轨了你知道吗 父亲的父女都开始嚼舌根 而回到家时 妈妈已经吃了安眠奥奥倒在地上 空气中满是美气的臭味 幸好女儿及时回家打开了门窗 自己的妈妈才幸免于难 没错她已经被逼到绝望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而女儿终于开始向地狱通信下单了 小爱这次跑野舞显得有些不同 女儿希望能够得知自己的妈妈和护高之间发生的事 小爱表示自己救不了她的妈妈 她能做的事情只有复仇 但还是答应了客户的要求 还原了当初发生的事 原来她惊鸿一瞥看到了护高出轨的景象 而那天午后 护高太太脚来地皮的事 更是硬摆拍了所谓的出轨照 以此要挟不要外传 如果敢说的话 下次上镜的就是她的女儿 影响结束 小爱总结 一切只是因为安田太太不幸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但女儿不接受这种说法 明明是护高的错 为什么不幸要由自己的妈妈来承担 而小爱或者说地狱通信 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回到家的女儿症状见了家暴的场面 原来安田太太出轨的谣言已经传到了公司 从日本传统宣传的 有死之容无声之耻的观念来看 丢脸这种事 可能远远要大于出轨本身的问题 毕竟那边的出轨都快成文化了 想着快要已经被彻底毁掉的家 女儿在床上辗转难眠 这次的惩戒由以慕莲小哥亲自出卖色相 将护高的手态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 受千夫所指 最后一如既往被爱渡网了地狱 在世人眼里 护高太太是和年轻小伙私奔了 护高家的女儿也因为这些非议抬不起头来 あの日私がしたことが本当に良いことだったのか 多分今幸せなのでしょう ひょっとすると一生このまま幸せなのかも でもいつかきっと そう私が生涯を閉じる時 あの日あの時やったことの報い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 あなたの恨み 晴らします 这一局与上一局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屠隆者变隆 都是为了体现地狱通信系统的局限性 但是反映的社会现象 以及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却是截然不同 在大火的日剧半则植述第一季中 也有这样的描写 银行职工的太太都要去复合服从 副行长的太太 在日本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因为日本的终身就职制度 一个人很可能一辈子就在一家公司上班 而像本集中的护高太太 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分公司中的经历 绝对算不上什么权势滔天的主 但恰巧这片驱逐的 都是这个公司的员工 大家都想好好工作 争取深职加薪不想被创小鞋 护高太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 获得了微小的权利 也就仅限于附近居民的负荷和低头 明明只是这么小范围的微小的权利 但护高太太的表现 却可以说是丧失人性 在权利的悖论中提到了 拥有权利的感觉会削弱人的同理心 设身处地看待问题的能力和道德感 明明是自己的错 却反手去迫害对方 责怪对方运气不好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已经明示暗示了几次 对方的反应怎么看都是吓坏了 但还是要不顾一切的派个把柄在手 就是没有考虑过把事情闹大 会有逼对方玉石俱焚的危险 各种威逼的手段 更是道德感荡然无存的表现 由于掌权失去理智 因而快速失权 这就是权利的悖论 据其中哪怕没有小爱的揭露 就护高太太这样作下去 迟早也是要自我毁灭 因为他的权利不仅小 还是他丈夫赋予他的 只不过可能在发现之前 不知道又要祸害几家人 这期能给我们的启示 也就是不要沉溺于权利的美好 化为肆意伤人的野兽 我是空太 点赞3000一周内更新下一期 我们下期见